一走進這間店呢 最吸引我的就是我身後這個酒窖 讓我好像要回到法國的感覺 而且你會發現 這間餐廳的屋頂呢 它是有特別挑高的 再加上我身後的這個美景 就是101大樓了 而且它90%都是採自然光 讓你在用餐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非常的舒適 非常多客人都會指定說 我要坐在窗邊的位置來用餐 我現在要吃的是這裡的 必吃的開胃菜 你們一定會覺得說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法式烤田螺 錯 不是田螺 而是蒜頭 搭配這個法國麵包一起吃 而且它上面其實有灑滿滿的 這個帕瑪森起司 它的這個蒜頭啊 味道非常的重 非常的濃 鹹味也夠 所以呢其實搭配這個法國麵包呢 有一種中和的感覺 而且它的麵包也是現烤出爐的 所以吃起來非常的脆 那我們現在來吃第二道 它是用五分熟的美國菲利牛 搭配這個 用醋醃製過的蒜頭 菲利牛對我來說 其實平常是比較少吃到的 它是非常的綿密的 而且呢它這個蒜頭 我覺得也是有別於一般的那種蒜頭 吃起來呢會有一點微微的醋蒜味 它完全可以把肉的那個油膩中和掉 所以吃起來呢你就會想要這樣 一口接著一口的繼續吃 我現在要吃的這道叫做 藍紋乳酪野菇鼻管麵 你會發現它上面的這個大蒜 它的顏色呢比較不會像 剛牛排那一道那麼的深 它是有經過油炸的 所以它原本的那個嗆鼻的四味 已經被去除掉了 可是它又保留了它大蒜原本的甜度在 所以它搭配這個鼻管麵一起吃起來呢 是到後面是會有點甜甜的味道在的 再來是它的這個鼻管麵 是用藍紋起司 喜歡吃義大利麵的朋友 或者是你是起司的愛好者 我覺得你可以來體驗看看這道料理 我看到我的強項了 就是Pizza 跟我現在看到的配料 它的顏色就有三四種了 它這個餅皮呢非常的薄 它是屬於紐約餅皮的 它的吃法呢就是要稍微捲起來 然後從側面咬的 我第一次吃到Pizza上面有放南瓜的 而且它的底醬是用辣鮮奶油 所以吃起來呢口感會比較清爽一點點 再加上辣雞肉呢吃起來 口感比較像是泰式的那種打泡雞 可是它的味道又稍微再甜一些些 再加上它上面的大蒜 是跟著Pizza一起進去烤的 所以你可以吃得到說它Pizza的餅皮上面 會有一點點微微的大蒜香 很好吃 吃完這些菜以後呢我才發現說 原來蒜頭可以做這麼多的特色料理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喜歡吃蒜頭料理的朋友呢 非常推薦你們來這間餐廳 來體驗一下這邊的蒜頭料理 Tipic Channel